第2231集 单界钥匙的争夺 这个人实在是太恐怖了 随意行走而来 让强大的他们都有一种要跪下膜拜的味道 这是真正的天君气息 行走之间不沾染因果 不受天地的束缚 天地灭而他不灭 已经有了一丝永生的味道了 青衣人梅雨方正从神庙中走了出来 在他的手掌上掌握着一门钥匙 这钥匙长达十寸 上面浓烈的丹药气息传递出来 上古单界之池 而这个青衣人身上的气息 面相方寒一看 就立刻想起了世俗中的种种事情 当初自己还是个凡人时候的恩怨 这个人就是华天都 融合了华天君的血肉 成为了天君后部榜单上第一名的华天都 飞升天境 这是第一次出现在方寒面前 这个青衣人 华天都从神庙中走出来 第一眼就看见了方寒 双眼突然一下爆射出寒光来 顿时整个驼身卫面的温度就剧烈下降 外面的精臂吸在颤抖 似乎立刻就要毁灭 他的嘴里吐出了两个字来 方寒 方寒身躯不动 承受着华天都的威压 脸上一点都不意外 用淡淡的老朋友聚会的语气说 华天都 咱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自从你飞升天界 我就很是想念你这位老朋友 咱们的十年之约已经拖了很久 都没有了结 今天也是该真正了结的时候了 方寒 果然是你 你居然也飞升到达了天界 而且有了如此成就 华天都的脸上 惊讶神色一闪而逝 随后就有了一种绝对掌控的意境 出现在身躯周围 他的身躯 也不知道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一寸寸的皮肤 血肉根本不属于这个世间的任何物质 不错 你的成就也非常巨大 现在出关 就已经晋升达到天军后部榜单上第一的位置 恐怕不出多久 就要晋升为天军了 方寒并没动手 而是侃侃而谈着 天军 晋升天军 华天都咀嚼了两手 突然一下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错 方寒 就是天军 我华天都有晋升天军的一天 在世俗之中你是一个蝼蚁 肉身镜的强者 而我那个时候乃是神通石虫巅峰人 不过和天君那是蝼蚁和神龙的区别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晋升为天君 但是现在却有九成的希望 不,不是九成而是必然 我晋升为天君是必然的 你在我的面前还是蝼蚁一只 是吗?方寒淡淡吐出两个字了 是的方寒,任凭你有无数的奇遇 不成天君都是蝼蚁 要消失在天地之间 而我扶摇直上 将来的成就不是你能够揣测的 当然 我的前世乃是羽化门开派祖师华天君 你现在想必已经进入了羽化门中 混成了一个弟子或者更高明的地位 但是只要我一去 你的地位立刻土崩瓦起 华天都青山烈烈作响 死死眼神盯住方寒 这是他宿命中的敌人 华天都,我已经知道 你融合了华天君留下来的肉身 得到了他的力量 不过现在羽化门已经消失在天地间 剩下的只有我开创的纪元门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次会来寻找你吗 就是推算到你的气息 前来杀你的 什么 你毁灭了羽化门 还篡改道统 什么纪元门 好大的口气 华天都语气之中有了杀意 脸上却有了一种笑傲风云飞扬跋扈 独我为熊的感觉 你要杀我 很好 好的很 就算你不来找我 我也要去找你 你的手上 是上古丹界的钥匙吧 方寒再次开口 画风一转 看向华天都手上的钥匙 能够拿到这枚钥匙 就可以开启上古丹界的大门 寻找到造化先王击伤的诸多造化神丹 还有丹界之主的一流 更方便你晋升为天君 甚至恢复前世华天君的势力 交出来了 这次真理圣地也已经前来 什么 听到方寒这样的话 真理圣地的诸多人都大吼起来 上古丹界的钥匙 得到这钥匙 可以直接打开丹界之门 这 画天都 你是画天都吧 神威天主走了出来 对着画天都道 把上古丹界之石交出来吧 前往我们真理圣地 上古丹界的钥匙非同小可 掌握了这枚钥匙 进入丹界中 就可以获得无穷的丹药 甚至沉睡的造化神丹 这等于是天君尸 没有人不信 而且沉睡的丹界之主 更是无限接近于先王的存在 丹界现在就是一座无比巨大的宝库 谁得到谁就有可能晋升为天君 就算是万阳天主 心脏也不争气地跳动起来 如果使我得到了这枚钥匙 进入丹界之中 只要得到一枚沉睡的造化神丹 就可以有九成的机会 修成天君啊 九成机会 这枚钥匙一定要得到 一定要得到 不管怎么样 都要逼迫这化天都交出来 第2232集 吞噬所有天主 不光是他 几乎是真理圣地的所有天主 所有弟子都叫嚣起来 心情无比激动 有的甚至连连长笑 把上古丹界的钥匙交出来 我真理圣地可以奉你为上宾 若是交不出来 立刻就死 没有人可以解救得了你 化天都 生死 都由你选择 所有弟子 全部都红了眼睛 方寒冷眼旁观着 心灵没有一点的波动 真理圣地 化天都都听见 万阳天主等人的说话 手掌一翻 那枚上古丹界的钥匙 显现得更加清晰了 你们也想要这枚钥匙 好 很好 凡是想要打这钥匙 主意的人都已经死了 上古这个世界的主人 驮神天君也已经彻底陨落 这枚丹界之钥匙 其实是属于造化先王的 我是造化先王的唯一亲信 只要我一重新晋升天君大位 就可以重新掌握天庭 到时候凭借这个打开上古丹界 直接吞噬其中所有 以整个丹界之力 把我生生地推到先王之境界 我的手段 岂会是你等能够理解得了的 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们 这枚丹界之池 也是一件强横的法宝 真理圣地算什么 你以为你们是真理先王 华天都在说话间 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出手 方寒兄 一起围杀此聊 我们召集吾上天君前来 上古丹界之池非同小可 万万不能够落入别人的手中 就算是怎么做都不过分 万阳天主动手 把手一扬 立刻 天空中出现了万阳破空的异象 一尊先王君临九天 手托万轮太阳 轮轮太阳都争干时空 稍微一旋转 古皇都可以化为灰烬 善为困 立刻之间 所有的真理圣地弟子 其余的七大天主怒吼一声 全部催动了自己的秘法 与此同时 那死亡天梭也寄出来 在空中散发出一道道的死亡之力 一尊死亡天君的虚影凌空而降 站立在华天都的面前 雕虫小记 华天都看着天空 吐出了四个字 字字震荡天地 音波横扫天地 立刻 那万阳天主化为的万轮烈日 全部爆炸 万阳天主一口鲜血喷出来 阳刚之气凛然 方寒兄 还不出手 他居然被一击溃败了 心中骇然 立刻呼唤方寒增远 与此同时 他张口喷射出一道符露来 滚滚燃烧 一股音波顿入虚空 消失不见了 这居然是天军的传训神符 想传信 喊天军前来 哪里这么容易 华天都手朝着虚空身处一抓 顿时 一道扭曲的符文被抓了出来 然后一捏 破灭了 与此同时 他上前一步 目光中激射出一道道的神光来 笼罩住了那死亡天梭 立刻那死亡天梭就痛苦地扭曲下来 上面出现了军烈的痕迹 魔头厉害 速退 这个时候 人人都知道 华天都的厉害 不是对手纷纷后退 华天都冷笑 你们这会儿还想跑吗 迟了 方寒 你以为纠结这一帮垃圾东西 就可以和我为敌 太天真了 在说话之间 他的手掌呈现出一种 不属于世间的光泽 吞吐宇宙完全笼罩过去 竟然一掌黑压压地覆盖苍穹 把所有的真理 圣地天主 弟子都笼罩在其中 那大手上面的光泽蒸发下来 立刻 其中就有弟子惨叫连连 化为了飞灰 与此同时 华天都的目光看向了方寒 两道神光洞穿万古 对着方寒进行击杀 不错 这帮垃圾 我是要借着你的手除掉它们 方寒的双目中也击撤出毁灭之光来 把华天都的目光彻底泯灭 然后手捏出无上法印 一座门户轰然降临 是法门 法界无上法 方寒已经推算出了 完完整整的体系 因为他吞噬了君苍生的整个人 同样是天君转世 也被他吞掉 几乎是君苍生的所有记忆 所有经验 甚至是上一辈子天君的种种记忆 都在方寒脑海中凝聚成形了 法门轰击而下 华天都显现出了 压然的神色来 大手被轰然击开 然后看着方寒浩浩荡荡的力量 对着真理圣地诸多弟子进行轰击 千万门户降落下去 众庙之门 诸仙之门 天地 玄门 阴阳之门 那些门户经过方寒的推算 简直已经达到了沟通真身的地步了 不断地降落下来 真理圣地八大天主 一下子就破碎了七尊 只剩下最后一尊万阳天主 还在苦苦支撑 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甚至看不清楚方寒的形体 他以为是华天都对他们进行攻击呢 华天都 你不得好死 万阳天主再次爆发出了强大的战力来 但是最后一尊门户 治天门落下的瞬间 他也被一下镇压而死了 所有天主在刹那间 全灭 那些天主身上携带的法宝 灵丹 法则 灵脉 天君 福禄 甚至死亡天梭 都落入方寒的掌握之中 瘦 方寒一声长笑 所有的精气 滚滚融入身体 舒畅至极 与此同时 那死亡天梭也落入自己的手掌之上 滴溜溜地旋转着 万阳天主被他一阵炼制 彻底飞灰烟灭 灵魂意识都消失在虚无中 甚至以后都不可能 被某种秘法复活了 这是方寒直接以命运之道 进行的攻击 第2233集 造化先王的血迹 一道道的死亡天幅 在方寒体内旋转着 储存有强横的天脉元气 足足36道 每一道都可以支持方寒 施展出百次造化神拳 三百倍的战力 与此同时 方寒的纪元神阵中 真理先王的意象 更为清晰了 这所有的人 都是真理圣地的精化 万阳天主 无形天主 神威天主等人 全部被方寒一掌摧毁炼化 这股庞大的力量 简直不亚于 又吞了一尊万命雷池 尤其是死亡天梭 再次化为了一枚梭子 成为纪元神阵的一个阵眼 化天都身躯后退 看着方寒刹那间动手 眼神中闪出出了一丝忌惮 直到出售阻止 也是枉然的 方寒蓄谋已久 自己阻止 肯定要遭受到对方的 雷霆手段反击的 刹那间 方寒就把所有的真理圣地 天主弟子 全部都磨灭了 融入自己的纪元神阵 大手一张开 数百张的人皮杂质飘落下来 在空间中显得死气腾腾 他全身的精气饱满 吐息之间 原力滚滚 火空飞升 打破天地束缚 晋升天君的把握更大 甚至他稍微一呼吸 就可以看到那虚空中 弥漫的天玄地皇之气 那些气流缠绕着 一打破天地的束缚 立刻就要这些 天地玄黄之气的攻击 华天多 我还要多谢你 不是你这一击 借助你的力量 我要杀死这些弟子 倒还是有些小麻烦 让他们传递消息出去 控制无上天君 现在嘛 杀死他们的罪过 全部都在你身上 我不沾染任何因果 方寒吸收了所有的天主 淡淡地说 他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居然把真理圣地的所有高手 全部都密杀了 就是利用了 华天多 要不是华天多 从中牵制 他杀得也没那么顺利 方寒 你还是这样的阴险 华天多的眉宇张开 似乎就要暴怒 却又冷静了下 一股成竹在胸的意志 游然而生 脸上有着淡淡的笑 不过阴谋诡计都是小道 只有修炼到达绝对的力量 才是王道 我就是绝对的力量 不屑用任何阴谋诡计 就算是真理圣地找我如何 那又怎么样 只是一个来一个送死而已 还有 方寒 你的阴谋诡计 在我的面前已是送死 是吗 今天我们的恩怨 就一并解决了 方寒始终沉静不动 实际上 他已经处于一种 大战前夕的绝对冷静 没有丝毫杂念 全身晴空万里 闭空如喜 浩月争辉 普照大迁境界 方寒每次大战 都绝对的处于最佳状态 从来不会有任何的惊慌 气血如烈日骄阳一般 不停地向上攀升着 华天都看到方寒这种状态 脸色微微变化 手掌一动 掌中的丹界之池突然膨胀 化为一口锯齿神剑当空斩杀下来 方寒手掌向上 抵挡这一剑 身体连续向前 掌翼爆发 五刀的气势凝聚成了神徒天波 天恒天势 身体中的每一枚晶体神果 都运转起来 苛刻绽放神光 整个驼神卫面的精臂系 居然被方寒带动 开始向内浓缩 山川 大地 河流 海洋 天空 都以一种落眼可见的速度 在缩小 以方寒为中心 聚集着 华天都大吼了一声 这是 这是什么道数 你要吞噬整个驼神卫面 方寒一施展出法力来 居然使得整个驼神卫面都浓缩了 向他身体聚落 要把这一卫面都直接吞噬了 这种天赋神通 是把天敌一体的境界运转 达到极限才有的景象 华天都都震惊了 他知道方寒很强 但是却没料到会强到这种的地位 不过 他也浑然不惧 相信自己以炼化天军的躯体 会彻底压制住方寒 他一步踏出背后的整个神庙 都立刻支离破碎 所有的石头全部飞起 化为一尊大拳 对着方寒进行轰击 与此同时 他反手擒拿 光泽的手掌冻穿层层天拨 天室天恒天鬼 直接对着方寒的晶体神国 进行击杀冻穿 华天都擒拿之时 打出了另外一套拳法 叫做破戒神拳 是华天军独有的绝学 破除万界封锁 直打永生之道的一门绝学 一拳轰击出来 万界怒吼 脱身卫面处处崩塌 不成模样 居然打破了方寒的浓缩 方寒身体直接向前 一拳对着华天都的破戒神拳 进行撞击 两个人的法力在空中 传递轰隆之间 整个脱身卫面 彻底化为了虚无 强大的天界乱流涌了进来 不停冲刷两个人的身躯 两个人的身躯 站在乱流之中 任凭冲刷 身躯不朽不灭 不死不坏 不磨 华天都是天军的身躯 力量一动 就可以引来过去 现在未来时空的种种加持 天地都不能够束缚于它 随意地一动 如主宰世界的君王 破空崩塌 君临世界 而凡寒是天体一体的境界 修炼的纪元之道 使得晶体神国 组成了纪元神阵 也就相当于前所未有的纪元之躯 永恒不朽 在纪元神阵的最中央 是方寒的小宿命书所画的永生之门灵魂烙印 其中有着永生之气在流转不息 这是方寒苦修数十万年的成果 彻底把纪元神阵推演到达最佳状态 几乎是到达了完美无瑕的大圆满 这就是纪元之道 一个个崭新的文明史 不断地开创 壮大 两人的一拳之间 驮臣未灭毁灭 站立在虚空乱流中 居然平分秋色 谁也没有占据到上风 第2234集 六大天君的所有法术 方寒 我居然以天君之躯都奈何不了你 这一拳你应接了下来 实在是令得我惊讶 不过这一拳 只用了我一半不到的力量来试探你 你就好自为之 下面 我就不会让你这么轻松如意了 你的实力 正要让我彻底掌握 化天君的身躯力量 我刚刚出关 还没有彻底掌握 这具身体的力量 你正好是我的一个试验品 化天都看了方寒好一会儿 才吐出这样一番话 他也没有料到 方寒居然能够接下自己天君躯体的一击 化天君的身躯在上古时代被永生之门的鱼波击中 死亡灵魂 身躯破碎 他的一缕原领转世归来就是化天都 重新回到了天界 寻找自己的棺材中 得到原本身躯 修炼成大神通 只要一再度晋升天君业卫 就可以修炼到荡日全盛时候的力量 而且经历了大劫更加明白生灭的道理 就会白痴肝头更进一步 甚至得到了上古丹界 可以有希望晋升为先王 这就是化天都的野望 化天都 你的一切都被我看穿了 天君之躯不能够运转自如 因为你不是真正的天君 勉强使用这具身躯的力量 会使得你的灵魂受伤非常严重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这不是你自己辛辛苦苦修炼来的力量 方寒平静地说 每一次说话 整个虚空乱流就平静了一部分 直到他的话说完 整个天界一片的乱流 全部都平静下来 凝聚成了一片金色的土地 突然天空上乌云散去 天界的大日显现出来 居然把辉煌的神光照耀到了 这片虚空乱流之中 本来天界的大日 是无法照射进入虚空乱流的 但是现在 方寒的法力语言好像天规天条 命令光芒照耀 这一片辉煌的净土 被阳光照射到更加的灿烂 方寒就是站立在净土中的神奇 无人可敌 无人可破 气势已经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了 天上只有一个大日 地上就只有一尊方寒 刹那间 华天都都觉得 一切种种都已经消失了 所有荣耀全部集中于方寒一个人身上 方寒就好像是缔造了所有文明的永生之门 任何天君甚至先王 各种缘故神话 传说都不能够和他媲美 好贼子 华天都都知道自己 他差点心神被夺射 不过他力量强横 天君之身中蕴含的不灭意念压倒一切 刹那间 身上的气息也陡然增加了 节节攀升 和方寒相互抗衡 绝不落下风 身躯之中 天君的力量开始爆发 那天界的大日轰隆隆震荡 方寒演化出来这一片净土 居然开始撕裂 杀 华天独一声长啸 手中单切之耻 变化为一只长矛 对着方寒洞窜而来 一击就击破了层层光辉 直接刺杀向方寒的心脏 灾难 混沌 杀戮 混乱 雷帝 永恒 六大天君的所有法术都被我掌握 这一招 就是六大天君的精华一击 我 华天君 哦 我现在是华天都 重生之后的天之都 将来的成就 一定会超越上一辈子的华天君 成为真正的先王 得到永生大盗 一毛之中 上面灾难之气 混沌之气 居然六道元气全部凝聚 组成了六合之势 华天君居然精通六大天君的绝学 当年 他是造化先王的忠实走狗 六大天君绝学凝聚于一股何等的威梦 方寒索化的净土瞬间被洞穿了 不过他的心灵仍旧 晴空骄养 不动不摇 永恒平静 没有半点步来 他的手掌打出连番的招数 以肉身硬接锋利长矛 六大天君绝学通过长矛 硬生生轰击在他的身躯上 就爆发出了一连串的火光来 他的身躯是造化神器 残片凝结的 以永生之气淬炼 坚不可摧 就算是真正的天君 恐怕都不能够一下撕裂他的身躯 造化神器是超越了天君级别的存在 毛掌撞击 声音呈现出童仙园向外传播 传播到哪里 哪里就发生惊天动地的大震荡 大冲撞 化天度以单戒之钥匙为长矛 连番施展出永恒不动真我战法 灾难救出军林大盗 混乱秩序中天古道 雷听话语 帝君大势 杀戮诞生 诸空神像 混沌通明 泰斗天堂 六大天君武学 在他的掌握中都简直是自己创造的一般 每一种绝学 都带着天君的神韵改变世界扭曲规则 各种代表天地极端的意志 降临到达方寒的身躯之上 无论是混乱的意志 还是灾难的意志 杀戮雷霆永恒 混沌的意志 都是天君领悟出的天地极端 每一尊天君都必须要领悟出代表着天地极端的意志 才能够晋升为天君 这也是一种真谛 方寒眼神闪烁着无数的瞳孔 这个时候 他已经把虫花之瞳彻底推算改变了 残悟纪元之道 变化为了纪元之瞳 无数瞳孔之中 每时每刻都有一万文明在诞生毁灭 就算一尊天主看到了他的瞳孔中文明的生灭 都会彻底变为白痴 因为无人能够接受如此之庞大的信息和文明的传播 六大天君的所有法术 都为他以纪元之瞳窥视得清清白白 没有一丝奥秘可言 这纪元之道是吞噬一切文明 诞生一切文明 天地之间一切武道 一切法力 都无法逃脱他的复制 就连先王武学也不例外 第2235集 又被夺取 方寒的眼神闪烁 身躯推算着 拳法则是越来越凶猛 他在寻找华天都的破绽 他有绝对的信心 无论是什么强大的敌人 要被自己无敌的战斗神通所击溃 避于自己的拳下 纵横无敌永生路 混沌纪元又一年 方寒一声长啸 周深出现了无数的天花 花开花落 幽幽岁月 大千世界烟雨朦胧 一个纪元又是一个纪元 一向分成 他手指一点 正中矛头 缠绕在矛上六大天军的绝血 一道道的破灭爆炸 花天都手臂狂震 身体连连后退 脸上显现出震惊之色 一招破了 一招破例 他居然把六大天军绝血都震破了 花天都暴退之间一声大吼 吾华之道 方寒 我去让你看看我花天军开创的自己大道 吾华之道 日月无光 天地无华 光华俱灭 长毛剧烈颤抖 一股浓浓的吾华之力 从花天都身上狂涌出来 战力陡然增加 再次击破方寒的意象 花开花落 长长河流 大千世界 烟雨朦胧 全部都被一毛卷灭 风卷残云 花天都的长毛刺向方寒的咽喉 那矛头之上 闪除出了一点丹火的气息 还要一丝浓郁 而可以伤害天军的血迹 这丹界之钥匙的矛头之上 有造化先王的血迹 杀中了你 方寒就算你是不朽不磨的天军躯体 也要遭遇到永久的伤害 花天都大吼连连 丹界之池上面 有造化先王的血迹 原来隐而不发 但是现在被花天都的吾华之力催动 居然显现了出来 那一点血迹破灭天军血肉 稍微一释放气息 神光冲破乌云 照耀一片都是血光 这血光神圣 带着无上不可亵渎的威严 使得一切生灵都必须要跪下膜拜 方寒的身躯立刻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全身都处于一种战力的状态 推算之道闪烁间亿万次都是无解 花天都争吟着 他知道 这一毛 方寒就要重伤 造化先王的血迹世间少有 就算是天军也难以炼化 更别说是抵挡 方寒还不是天军 怎么可能挡得住 方寒 你窃取造化 凝炼了三十三天至宝 夺取许许多多的造化神器残片 把造化神权修炼到大成的境界 但是今天 你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那造化神权我也会 夺了你的三十三天至宝 我也就真正的可以施展出造化神权来 横扫天地 代替造化先王重新掌握天庭 我 才是真正的天庭之主 花天都意念对着方寒进行轰击 使他失去意志 束手就擒 长矛燃血 造化先王血迹越发光芒璀璀 但逼迫而进方寒面对画天都的宁笑动也不动 突然一股股浩浩荡荡的造化之气 汹涌逼迫而来 三十三天造化神权 三十三天至宝全部催动 小宿命树蓬勃运转 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降临 永生之气流转 三百倍战力彻底爆发了 方寒一拳打出 拳风打出的刹那 花天都脸色骤然变化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杀成力 甚至是天君之身都开始哆嗦了 他没有吞噬造化神器残骗的能力 也没有能力炼制三十三天至宝 就算是会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也无法提升这么多倍的战力 刹那间 方寒一拳打在矛头上 把这矛头震得偏移 与此同时 巨大的造化神拳力量 把那一点血迹给压制住 全劲通过长矛 攻击进了花天都的身体之中 花天都的身躯连连后退 在空中翱翔 被方寒一下震退了许多 但却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方寒三百倍战力的造化神拳 都无法伤害到花天都的身躯 显现出来 来自花天君残骸身躯的坚硬程度 传闻之中 花天君渡过了许多次天地破灭大截 每一次身躯都坚固一部分 方寒毕竟不是真正的天君 自然无法伤害到这天君的身躯 如果是雷帝天君 湛王天君这种 还没有渡过天地破灭大截的天君 那就不好说了 方寒一拳轰击而出 并不停留 再次呼吸 大量的天脉元气瞬间对着花天都轰击出了数十拳 全权都是三百倍战力 打得花天都连连后退 手中长毛元气都被彻底禁锢了 那造化仙王的血迹又掩盖了下去 六道眼圣 天庭指掌 花天都大吼了一声 手中的长毛再次爆发了 身躯中也开始爆发出战力来 他的身躯坚固 不过攻击力却没有发挥出来 现在不知道施展出了什么远古天庭秘密的法门来 战斗力居然节节攀升下来 长毛一阵 毛术已经到达万元归宗的地步 造化仙王的血迹再次显现出来 并且更加的光明 天庭的影子都从上面显现出来 天 人 恶鬼 畜生 阿修罗 地狱 种种大道都纷纷围绕天庭旋转 一毛之下 拥有绝对的统治 要破掉方寒的三百倍战力 造化神拳 方寒的手掌拳头和长毛碰撞在一起 以肉身硬生生撼动着无间不吹的丹界钥匙 每一次硬汗 都会感受到上古丹界和造化仙王的血迹威力 简直是无穷无尽 蕴含天地中的至高秘密 两人翻翻滚滚的大战 方寒的神色越来越清明了 对于上古丹界之池 还有造化仙王的血迹把握得更为准确了 在身体之中 纪元神阵在竭力地推算着 每时每刻都要消耗大量元气 不过 却让他再次获得了更为接近天君之道的信息 甚至华天都的身躯中 华天君的秘密 他都渐渐掌握 第2236集 刹那之池 还是收拾不了你吗 华天都神色越来越凝重 他也感觉到 对面的方寒真是一尊矿石大敌 原本以为自己融合了华天君的身躯 必定横扫无敌了 但现在却发现自己错了 面对方寒 他有一种怎么都无法击倒的味道 突然之间 方寒脸上显现出了成竹在胸的微笑 左手一旋转 手上出现了一张阵图 正是纪元神阵的虚影 华天都 今天的战斗也就到此为止 造化先王血迹给我剥夺 阵图高速运转 在那长毛之上的造化先王血液突然一震 凭空飞起来 化为了一点细微的鲜血 落入阵图之中 造化先王的血迹 居然被方寒纪元神阵引洞飞了起来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使得华天都心神大害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 他现在已经是天君的身体了 临危不乱 长毛一抖 身却连连变化 头顶上冲出了强烈的无华神光来 顿时日月无光 整个虚空 大前宇宙都彻彻底底的失去了光滑 化天都 我对造化神权的领悟 远远比你高深得多 甚至造化神权都已经沉浮在我的机缘之道之下 造化先王的血迹就作为我的补品 为我的机缘之道 更加增添新的荣光吧 方寒淡淡的声音 对着化天都道 在他说话之间 那点血迹彻底融入纪元神阵 立刻整个纪元神阵爆发出了熊熊大火 就好像是一片油海 丢入了一个火把 彻底引发了天地大火 这火焰神圣不容亵渎 是造化之血 燃烧诞生的火焰 纪元神阵爆发出大火 方寒沐浴在火焰之中 全身断烧 晶莹剔透 每每晶体神国都毁灭重生了 再造乾坤 造化先王的血迹几乎使他 完完全全领悟了造化之道 三十三天至宝 在血液火焰中 居然产生了巨大的呼吸吞吐 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吞吐 都隐隐约约和天地产生了共鸣 居然和方寒自身天地一体的境界 一模一样 天地一体的境界 神灵造化之境界 三十三天至宝 这一套王品仙器居然也领悟了天地一体的境界 有了造化神器的钳制 也就是说 现在方寒的这一套王品仙器才是真正的正统 天庭那一套 就算是修成了圣品仙器堪比天君 没有领悟天地一体也不是正统 那是燕品 造化先王的血迹果然非同小可 不过这也是我领悟了纪元之道 用宿命之术斩断因果的原因 方寒看到三十三天至宝 也领悟了天地一体的境界 十分欣慰 他的造化神拳三百倍战力 立刻灵动缥缈 潇洒自如 神区闪烁 方寒在强烈的火焰中 向着华天都再次攻杀 大手一抓 偷天爪 华天踢 崩天撞 连番轰炸 方寒 我去让你看看真正的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华天都长矛一阵 也施展出了三十三天造化神拳来 和方寒碰撞的一起 丹界之命 丹界之门 就在碰撞的刹那 方寒身后出现了一座门户 居然好像是丹界的门户 其中巨大的丹药气息 无穷的吸引之力在召唤着 这是他以无上纪元之道推算出来的 上古丹界 无上奥秘 重新演化出来 丹界之门显现出来 立刻 华天都手里的丹界之池 就再也把握不住 冲天而起 化为一道丹药之气 镜之头射向方寒演化出的 丹界之门户之中 怎么会这样 华天都恨欲狂 眼神穴祸 上古丹界之钥匙 居然被方寒这样一下就夺走了 这是多大的损失 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如果方寒得到这钥匙 进入丹界之中 得到了沉睡的造化神丹 那这个天地之间 还有什么人能够阻止的了待 不 华天都全力施展 甚至开始燃烧天军的神区 对方寒进行击杀 企图夺回上古丹界的钥匙 但是无济于事 方寒演化出的丹界之门 瞬间消失了 钥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身躯闪烁 漫步而行 时间自在 华天都的攻击 全部都击杀不到他的身躯之上 就算是偶尔有一道神光 轰击到他的身体 但也是无济于事 根本动不了分毫 华天都一连施展出七大杀招来 连方寒的半点衣角都没碰到 就看见方寒的手上 丹界钥匙不停地变化着各种形体 或者枪或者矛 或者刀剑 似乎是钥匙可以变化为无穷形体 方寒张口一喷 一股股丹气 注入这钥匙里 这钥匙上显现出了两个 谁也不认识的文字来 这是丹界神文 是刹那两个字 原来是钥匙的名字 叫做刹那之池 方寒长孝 是丹界之主的大道 华天都 看来你还没有苏醒华天君真正的意识 就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连这刹那之池的一些妙用都参悟不出来 却被我推算出来了 现在这丹界的钥匙也落入我的手里了 我看你今天怎么跟我交手 上古丹界之池 是一件极其厉害的宝贝 叫做刹那之池 可以随意变化各种形体 更能够爆发出丹界之气 其中更是蕴含有无上丹界之主的意志 华天都虽然得到了手 但却并没有参悟到其中最深处的奥秘 反而是方寒 夺取了这刹那之池 凭借自己的纪元推算之道 真正地领悟了钥匙中的精华 甚至可以从其中获得种种信息 这刹那之池的深处 更是有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可以沟通丹界 破空传递来无数丹药之力洗涤周身 这丹药之力 就等于是相当于宝界的元气 可以为人提升寿命 铸造魂魄 增强神通 提升境界 丹界 是万丹之源 这个天下任何丹药都不如丹界 就算是先王炼制的丹药 也不如丹界的元气纯正 方寒得到了这丹界之池以后 推算出其中的种种能力 立刻大喜过望 就算不进入上古丹界 但是凭借着钥匙 沟通丹界元气洗涤周身 修炼也会突飞猛进 更是有希望突破天君之道 原本方寒吞了万命雷池之后 修成天君的希望有了四层 现在吞了万阳天主等诸多真理圣地的精华 又得到了造化先王的血迹 现在更是得到了这刹那之池一系列的积蓄 生生地可以把晋升天君的机会 提升到达六成 甚至如果参悟了刹那之池以后 到达恐怖的七成也不稀奇 不过方寒要的是百分之百晋升的机会 不能够出一点意外 这个积蓄就庞大了 除非是把眼前的画天都全部吞掉 然后去上古丹界之中 寻找沉睡的造化神丹 你夺走了我的单气之钥匙 画天都是气急败坏 简直气得是三尸神暴跳如雷 但七窍生烟连番抢夺 方寒却是杀气瞬间冲起 头顶上天翻地覆 斗转星移 手中的刹那之池连连变化 一声震荡 龙吟虎啸凤凰斩翅 玄武悲鸣朱雀乱武 在虚空中到处都是绝杀大招 斩向画天都 画天都猝不及防 被方寒以刹那之石划破了身躯 血液流淌出来 居然是一种暗金无华的颜色的血液 代表着无华之力 这血液流淌到哪里 哪里的世界日月就失去了光辉 方寒大手一转 那无华之力凝聚成的暗金色血液就沸腾起来 朝着紫身汲取过来 画天都终于感觉到不对了 方寒 你等着 我的这天君之躯 还没有彻底凝联 等彻底凝联之后 就是你的死气 天葬之关 画天都一口暗金色的尊贵血液喷射出来 随着血液出现的 是一口巨大的棺材 这棺材珠红色 沉闷 一出来珠天都暗淡下来 似乎有一种要灭亡的味道 珠天死亡掉埋葬在这棺材里 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天葬之关 埋葬珠天的棺材 这是传闻中 造化仙王为了自己而打造的一尊棺果 就是为了有一个纪元 自己陨落 拉扯珠天一起祭灭 在棺果中等待重生 但是造化仙王最终消失 落入到达了画天君的手里 埋葬自己的尸骨 现在又落到了画天都的手里 天葬之关 已出现所有的光滑都埋葬于棺材中 这一片的虚空全部都装入棺材内 这棺材有一种埋葬珠天的力量 方寒眼神一动 脚步连连后退 而画天都都似乎掌握不住这棺材的力量 在祭出棺果的刹那 整个人跳跃进入其中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巨大珠红色的棺材 也彻底消失了 方寒大手一抓 破开亿万时空 却没有抓到一点点的痕迹 画天都逃走了 自己的一尊大敌 居然就这么逃走 留下了一个隐患 画天都居然杀不了他 不过下次就说不定了 天葬之关 这关才太过恐怖了 不是法宝 但比法宝更厉害 画天都都无法运用自如 方寒并没有追赶 因为他知道现在这种情况 追赶也没用 天葬之关已经到达了一种 可以埋葬珠天的地步了 被画天都掌握了 自己追上去也斩杀不了 他盘膝在空中端坐下来 推算着闪烁着 大量的天麦元气在燃烧着 和画天都的这一场大战 夺取了刹那之池 造化先王的血迹 已经使得画天都血本无归了 凭借这个 他近身到达天军之境的把握 非常之大 只要成就天军 杀画天都也就不是难事了 这一场战斗 他也得意良多 画天军的一切武道 全部都熟悉掌握了 更是熟悉了天军之躯的力量 坚定了他无敌的信念 天军后部榜单上 画天都排名第一 但是他现在却把他给击败了 使对方逃走 这就奠定了 自己排名第一的位置 敌的确确确已经是天军之下的第一人了 而且三十三天至宝 在大战的过程中得到造化先王血迹 和自身共鸣 到达了天地一体的境界 成为正统 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好处 两久之后 方寒参悟了所有的玄妙 站立起来 手中丹界之池流转着 只见从钥匙中 可以看到无数紫色的丹气 雍容华贵 在不停地流转着 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 这些丹气 比起圣品丹药的丹气神妙得多 简直就是相当于造化神丹的丹气 是整个丹界的精华之气 而且没有一点的反噬 如果是丹界的元气 降落到达世俗之中 普通人闻到了 几乎就可以立刻成为仙人 不死不灭 圣品丹药就不行 因为圣品丹药的药气 太猛烈了 一般的高手不能承受 得到这刹那之池 我就先回我的机缘门外 把大量药气 灌入进天国之路 使得门中弟子 再度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相信不久之后 我的机缘门 就可以完全超越 亿万无上大轿 甚至天庭 方寒站立起来之后 身躯一闪 比刚才快了数倍的速度 直接奔向了中州古城 第2238集 结盟 我准了 他的实力又增强了不少 甚至现在他觉得 就算是天军前来 只要不是灾难 混沌永恒 杀戮那种 渡过了无数个纪元的天军 这一个纪元诞生的天军 他有绝对的信心 交手几个回合 然后全身而退 中州古城 依旧是个世外桃源 甚至皇者的气息 接二连三地诞生着 方寒眼神 一看就会看到 许多无上大轿的人 都三三两两 想要进入中州古城中 得到羽化门的庇护 不 现在是纪元门 方寒的声明 已经彻彻底体传播出去了 闯入天庭 斩杀西皇 审判之枪 捞毁天庭神域 夺取万命雷池 一连斩杀了军苍生 皇府大盗 灾黄等无数尊 无上大教的教主 这些事情已经不是秘密 在诸多门派中流传 天庭十万大洲 不知道多少大士家 多少高手 在这次大劫中 都抵挡艰难 于是不怨而同地 想到了纪元门的庇护 有许多高手 通过传送战 进入中州古城内 要拜访羽皇 寻求保护的 或是想方寒出手 解救正在被围攻的山门的 甚至有一些 异界的高手 都前来拜访 希望能够和纪元门结盟 一起攻打天庭 这倒是让方寒有些意外 不过想想也不稀奇 天地之间本来就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尤其是修仙 更是如此 方寒落入裁决殿中 羽皇正和一尊高大的男子 在交谈着什么 这个高大男子 背后生长了一对白色的羽翼 羽翼上面有符文 是本命神符 微微闪烁着 又超越万界的速度 这个男子身上的气息 更是不亚于天主 肯定是天军后部榜单中 排名前二十的大人物 男子英俊帅气 举丑投足间 都有一种天之使者的味道 在男子的旁边 还有着一些白色羽翼的女子 都是法力强横之辈 义帝 你们一届和我们纪元门结盟 此事还要好好商量一样 毕竟我师弟不在 你也知道 我师弟才是纪元门 真正的开创者 羽皇和这个高大男子 义帝正在交谈着 义帝笑了 我也想见识一下 方寒兄的风采 诛灭天庭神域 斩杀西皇 审判之枪的道合 不知道方寒兄 什么时候回来 眼下真理圣帝 已经进入了天庭 十万大洲之中 要降服各方势力 情况紧迫 我们义帝也有 无上天军坐镇 纪元门能够和我们结盟 必定可以受到 我们的庇护 不用了 真理圣帝的人 全都死光了 方寒突然出现 直接降落下来 和义帝见面了 什么 义帝不由自主地 站立了起来 看着方寒 背后白色羽翼 不停地颤抖着 显现出了内心 深处的不安来 他面对方寒 这样的高手 一下就觉得自己不敌 方寒现在 有一种 让他仰视的味道 难道是方寒兄 灭杀了 真理圣帝的 所有高手 那倒不是 我和真理圣帝的人 去了天界域外 驮身天君的位面 但是 却遭遇了现在 天君后部榜单上 排名第一的 华天都 他得到了天葬之关 又融合了 华天君的尸体 把所有的 真理圣帝弟子 全部都杀了 异地大惊失色 什么 天君后部榜单上 第一名换了 是一个叫做 华天都的人 还斩杀了 真理圣帝的 所有天主 不错 方寒有一种 肯定的语气 此魔融合了 华天君的 残破身躯 得到了全部的修为 异常空 能够排名 到达天君后部榜单 第一 也是正常的 一地难难倒 这件事情 实在是非同小可 我得立刻动身 前往我们一节 禀报给天君大人 让天君大人 以无上智慧 去推算其中的利弊 至于我们一节 和机缘们 结盟的事情 方寒兄 你看 结盟 我准了 一起攻打天庭 也不是不可以 你们一节有天君 我的背后 也有混乱天君 甚至还有神族的 终结圣王支持 结盟起来 是平等的存在 签定盟约 以兄弟之盟来对待 相互攻守 不过我再给你个消息 就是 天界的五大天君 在炼制三十三天至宝 圣品先起 就要成功了 一旦炼制成功 就等于多了三十三尊天君 横扫诸天万劫 先王不出 没有人可以争锋 你们得早做准备 异地脸色再度变化 是吗 这是一个大消息 神族的终结圣王 也脱困了 倒是一个好消息 这圣王是天庭的死敌 想不到 是方寒兄的背后高手 看来我的一些担心 也是多余的了 混乱天君 也是方寒兄的守护者 这一点 我倒是也听到了 一些消息 现在得到方寒兄的 亲口证实 显然是事实 你的一些担心是什么呀 方寒抓住了 异地话中之话 异地淡淡地说 也没有什么 就是听到了一些消息 说是神州净土的 皇府世家老祖宗 那圣品掀起 彼岸之州的天君之身 皇府彼岸 因为方寒兄 击杀了皇府大盗 那位无上教主的事情 已经提前破关出来 要亲自前来击杀方寒兄 既然兄弟背后 有混乱天君 甚至终结圣王 甚至终结圣王 那皇府彼岸 却就算不了是吗 根本不敢来 对方寒兄怎么样 混乱天君当年 是在天庭中 仅次于 殿母天君的绝代强者 远远超过了皇府彼岸 2239级 天君的报复 咱们这个盟约 就正式敲定了吧 方寒听到这个消息 在心中立刻急速推算着 告辞了 方寒兄 祝贺你们机缘们 发扬光大 异地匆匆忙忙地飞起来 带领属下冲天而起 向着异界的天君 汇报种种情况 曾经方寒是天庭的人 在这天界中 对抗异界大军 现在都成为了异界的盟友 要联合一起对抗天庭 这阵营转换之快 让人根本都无法看懂 不过方寒确实知道 都是天庭的审判之枪 故意陷害自己 否则自己还是很可能 为天庭处理的 既然天庭陷害 那就索性把天都推翻了再说 师弟 黄埔彼岸居然出关 要来杀你 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 对方可是一位绝代天君 主持神州净土 不知道多少个岁月 威名赫赫 师弟现在的势力 能够抗衡天君吗 还是想办法 通知混元天君呢 羽黄担心地说 还有师弟 那华天都被你杀死了没有啊 你说华天都杀死了 万阳天主等人 我确实不相信 师弟算计深刻 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纰漏 要么就是师弟 把那真理圣地的高手 全部杀死 嫁祸在华天都的身上 知我者 羽黄师兄爷 真理圣地那一群小丑 杀了就杀了 也没什么好顾忌 我已经把十大天主 全部都吞噬炼花 修为滋补 法力大尽 更是遇到了那华天都 击败了他 从他手中 夺取了一件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啊 羽黄急忙问道 方汉首长一翻 多出了一枚钥匙 不停地跳跃变换着形体 丹界文字显现出来 一行一行 如神文般优美 天道音符旋律响起 刹那之池 上古丹界的钥匙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质宝啊 羽黄大吃了一惊啊 立刻站起来 几乎是激动得不能够自持 真的 真的是这件宝贝 传闻之中这件宝贝 是上古丹界之主 和造化先王争斗之时 失落的神器 神器残破 却有着开启 无上丹界之门的功能 只要能够进入丹界 我们纪元门就可以真正地 再度塑造成为一个新的天庭 连我都有希望晋升为天君 师弟更不用说了 不错 方汉道 他眼光朔朔 雄心万丈 我开创纪元门 必须要有一个山门 这中州古城是化天军缔造的 就算有天军进法 也只能够防备一阵 如果一尊天军要来对付我们 攻打七天 进法破裂 再多的人物也是土鸡瓦狗 随意被屠杀 如果有天庭那么强横的进法防守 那才可以大力发展 衍生 上古丹界就是一个最好的山门 什么 师弟 你的野心居然大到了这样的地步 要把上古丹界作为门派的道场 这得引来多大的窥视啊 要知道 上古丹界一旦开启 立刻要引发万界兴风血雨 我们纪元门不可能守护得住 除非是 你我都晋升达到天军 才有可能镇守一二 但也非常的危险 羽皇不敢相信地看着方海 那要什么 丹界之尺掌握在我们手里 整个丹界就是我们的 丹界有丹界之主布置下的强横进法 没有人可以突破得了 我们抓住机会 利用着钥匙进入丹界中 寻找各种宝藏 修成天军之身不是不可能的 不过丹界被很多人窥视 其中不乏矿石天军 一旦我们被发现了 取宝大计也就失败了 反而会成为别人的嫁衣 而且化天都此人 肯定不会让我成功的 方寒知道 就算有了上古丹界的刹那之时 要去取得丹界的宝藏 进入丹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旦被天军发现 立刻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羽皇沉静地倒 那师弟现在怎么打算 师弟 你老实告诉我 现在如果冲击天军之道 引发大捷 有多少把握 七成 我有七成把握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必须要有十成把握 才能够冲击 这次 我本来是想击杀化天都的 吞了他的身体 没有十成也有九成把握了 但是没料到 此人居然能够 祭出天葬之关来 让他跑了 使得我的计划 落空掉 方寒摇了摇头 看来是智者千律 必有一失啊 羽皇骇然道 天葬之关 这是一件神物 化天都拥有了 对我们的威胁极大 无妨 他不能够运用自我 迟早这一神物也是我的 不着急 眼下先静观其变 我利用那刹那之尺 为纪元们所有弟子 提供修炼资源 同时这枚钥匙 我得好好地用宿命之道 仔细洗刷 参悟 为前往丹界取得宝贝 做最后的准备 方寒盘西坐下来 一口元气喷射在那丹界之石上面 立刻 一股股紫玉融化之后 流淌出的液体丹气 从气中飞出来 渗透进空气中 香气弥漫了整个大殿 羽黄一闻到这丹药之气 立刻全身都飘飘欲掀起来 似乎神气在洗刷心灵 灵魂肉体每一处都舒畅 稍微一个呼吸 起码就相当于数十万年的参悟 丹界元气 修炼圣物 难怪是造化先王都要夺取的好东西 羽黄吸收丹气 法力再次增长 似乎是突破了某种瓶颈 头顶上信仰圣经再度出现了 方寒是几乎不用想就知道 肯定是羽黄的排名 在天军后部榜单上节节攀升 方寒也彻底地沉浸入了 对刹那之池这件神物的参悟中去 第2240集 参悟刹那之池 刹那之池不是一件法宝 是一件类似于时光之沙的存在 不知道是什么物质凝结的 上面运含有上古丹界之主的无上天威 还有种种进法 沟通丹界 大量的丹界元气进入方寒躯体中 转化为了法力 自身晶体神锅中 孕育出了一枚又一枚的丹药之神灵 方寒催动小宿命术 一遍又一遍地洗刷着这钥匙 心灵似乎是进入了传闻中的 上古丹界之中 在丹界无穷的丹药海洋中遨游 感受着丹道之无上文明 纪元之道再次得到了提升 方寒的纪元之身越发地圆满起来 自从他凝聚成了纪元神阵 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阵眼 自己的身躯也就化为了纪元之躯 这是自己独有的纪元之道 和一些绝世天君一样 领悟出来了自己的东西 刹那之时提供的丹界丹气 为方寒纪元神阵的运转 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和滋润 在丹气的滋润下 方寒的纪元之躯一遍又一遍地锤炼 重新推算 变化重组 使得纪元之道 自身的灵魂意识 对于天道的感悟 对于打破天地束缚的决心 更加接近天君了 突然之间 那刹那之池一震 似乎是脱离了某种桎梏 上面的气息 居然和方寒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那上古丹界的元气 居然带了一丝 纪元之道的气息 方寒这才是真正掌握了刹那之池 小宿命树一遍一遍地洗刷着钥匙 终于斩断了这枚钥匙的宿命 在那一刹那 庞大的单界能量灌顶而入 方寒纪元神阵躯体肉眼 无法看清的速度进行着运转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晋升天君的把握 又晋升了一层 到达了恐怖的八成 就在这时 突然天空轰隆隆作响 整个中轴古城都颤抖起来 似乎是遭遇到了巨大攻击一般 方寒猛地一下睁开眼睛 就看见高高的苍穹之上 一只大手镇压起来 是天君 带着彼岸的气息 皇甫家的老祖宗 皇甫彼岸亲自出手了 居然是来抹杀自己的 那一只手掌 带着天空独有的纯青之色 朝着整个中轴古城拍下来 那威势 似乎是要把中轴古城打入地底 万古沉沦 中轴古城中 所有的生灵全部要被毁灭 一掌想毁灭一个无上大教 在中轴古城中 有许许多多的人物 都感到了天君的怒火 每一个人都面如土色 几乎是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神州净土之主人 圣品掀起彼岸之州 皇甫彼岸终于出手 对方寒他是忍无可忍 方寒居然杀死了他们的家主 皇甫大盗 夺走了时光之沙 并且吞了所有神州净土的绝血 甚至是皇甫大盗得到的奇遇 不知道多少个纪元前 绝世武功天才乾坤至尊功 都被方寒全部掠夺走了 神州净土的一切 对于方寒来说 都没有任何秘密了 这一点 皇甫彼岸如何能够忍耐啊 提前出关了 以雷霆万军之势 要抹杀整个中州 管他什么纪元门 羽化门的 全部都得飞灰烟灭 不复存在 他要让世人都知道 天君的愤怒是何等的恐怖 羽皇全身一震 大吼了一声 羽化飞升 天君进发 全面开启 整个中州古城 处处都升腾起了无敌的盛徽来 巨大的元气凝聚成了一尊 巨大的弹壳形罩子 把古城全部都守护在里面 那弹壳形状的罩子 是暗金的颜色的 居然是化天君的无华之力 冲上天空 使得日月无光 天地无华 这股进发 彻底地抵挡住了天空中击杀下来的一掌 但是整个中州古城内部都猛烈的一阵 不知道多少街道为之毁灭 什么高楼大厦 光与神庙都处处残破 处于了毁灭的边缘 中朝古城的进发 虽然能够抵挡天君七天七夜的风景 但是却远远不如天庭进发那么坚固 里面的建筑却是保护不住的 一些建筑破碎之后 居然被镇成了最原始的元气 好在方寒早就准备好了 几乎是感应到天君气息的刹那 所有中朝古城中的人 都转移到达天国之中 再也不受伤害了 天国之中 被方寒早就以进发加持 更有绝世高手 赤海摩尊 还有羽皇坐镇 这两大高手 都是天君都不能够轻易杀死的存在 躲藏在进发之中 更是无法撼动他们 羽皇也感到了巨大的危机降临了 师弟 现在怎么办呢 皇府彼岸真的来进攻了 我们纪元们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了这尊狂暴的天君力量 七天之后 这中州古城就要被抹杀了 那也没什么 我就出去 和这皇府彼岸一战 方寒面无表情 这将是我第一次和天君教授 真正天君的威能到底怎么样 我早就想看一看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师弟 师兄不必担心 我就算是站不过 却可以有把握把皇府彼岸引开 皇府彼岸想杀死我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或者根本就办不到 方寒说完冲天而起 在冲天的瞬间 一股暗金色的无华之光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加持在中州古城的禁法上 使得这禁法更加坚固 能够支持得更久了 羽皇震惊到 华天君独有的无华之力 不错 师弟我得到了华天君的血液 推算无华之道 已经到达了大成的境界 加持着禁法 可以支持更久 以前可以支持七天七夜 现在 足足可以支撑一个月 方寒冲天而起的声音 传递了出来